立正 請你 各位請坐 秘書長 我們的張 議長 發言人蝶衣小姐 還有各位 長官 各位同心 大家午安 經過 兩天半的時間 天氣這麼熱 這麼燜熱 大家在這個地方認真 來聽 各位 鋼丸鋼絲的鋼口 情形 非常困難 不知道大家有收穫嗎 有 聽這麼多音樂之後 有信心嗎 有 對台灣有信心嗎 有 對我們自己個人有信心嗎 有 意志有堅定嗎 有 有 真好 我跟Roger 跟我們秘書長 對第一次 跟這次 可以說 對最高的6度 高得睡不著 到現在最高 36度 要太差30度 了 砍 砍一直流 但是 在學員 同心 裏面 有人會這樣說 砍到砍也要在這 以前在那裡聽 砍到砍,砍到砍也在那裡聽 就是考驗 水深火热中間 我們的意志和精神就有考驗 我們如果是從第一天坐到最後一天 要坐著 表示說你的內心已經在呼喚 你的內心對你做一個呼喚 你有很強烈的欲望 就有很強烈的渴望 我們要達成自治建國的目標 是嗎 所以 我感覺說大家各位的表演 我感覺很感心 很感心 我們知道 我們蔡副主席在後面我算不看 不好意思 我所了解就是說 所有的政體團體 所有的人佛組織 如果要達成他做一個目標 還是政治團體他要綜持政治運動的 這個最後的最終的目標 一定要有一個 團結合作的這個團隊 團結合作的團隊 一定要有一些 有志一同的 那個心 都站在那邊的人 甚至說 有老中青三代 剛才我們秘書長說 我們有老中青三代 這樣回去混亂 我們這裡達成最後的目標 我參與我們的 成議長 都六七十歲了 我相信 這個秘書長和 副主席蔡明華先生 和那個潘 潘良華先生 撞車的中間六十歲 相機可以為台灣打拼 我參議長還要十年 我們秘書長相機還要二十年 一定要交棒出去 要搞出去 所以那天啊 大家不知道誰說 咦 如果美軍進來 我們已經接到政權的心 啊 議長就說 他就要特意去出財 做什麼 我想說 家事如果有一天 美軍真的進來 我們接到政權的時候 我就要交棒出去 給年輕人 我就要去做產 我去做產 我很快樂 因為我都去做產 我認真去 滾滾滾滾 一舉下去就覺得有信心 因為一舉下去 我擠到店裡 擠到店裡 三天就發揮 可以預期了 一國月我就有財政 當然這段時間也要考照 去試背 去賣背後 我相信 跟我們說農場管理的潘 潘良華副主席要比較了解 就是說 我們做下去 不能做八天 我們民政府 我們法律建國會議 也是一樣 我們做下去的時候 也是絕對不在做八天 我相信大家眼睛都看得到 去年 四月二號 我們開全球代表台會議的時候 秘書長在公司的時候 很多人要持法語態度 七月二號 他說 我們已經有一個 DC的office 因為我們沒有去看也不知道 所以也說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但是九月設備先 我九月設備就夠位了 設備之後就去看 喔 古人物不對 喔 那個 那個office DCoffice 也很 氣派 從我看 這個大樓很氣派 現在是2500號 Konnectic Avenue Northwest DC 喔 啊 在裡面的時候 雖然說我們主要的辦公室 沒有很跨 但是縮書用的空間很跨 有 Coffice room嗎 有Comference room嗎 喔 那時候外面也有修圍在給我們修圖 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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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保證 有保證 看到那些東西 九月八號的 九會的時候 又是聖況空前 我回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那晚回來啦 我參那個國務司回來 我們兩個 困作會 我們來困作會 困房間 同樣的房間 我要鄭老師參那個 那個 那個 展進行 困另外困一個房間 我參國務司在說 欸 很有成功的機會喔 這個氣氛非常良好 美國來的這個出席這個 酒會的代表 問很多問題 其中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 你們這個台灣人啊 成立民進黨啊 代表台灣人啊 跟參加國民黨的選舉 參加中華民國體制的選舉 還要搞一個TC去幹嘛 那是 伊安厚普金斯大學 SAIS 這個 這個國際政治學院啊 很有名的啦 就是伊安厚普金斯大學 國際政治學院 在DC那個地方 很有名的 智庫一樣 也是國際政治方面很有名的一個學院 那個研究生 是我的學弟 問欸 我是那個 巴提摩這個 文理學院的 學長 我們就談得很愉快 我就跟他說 為什麼我們要成立民政府 因為 國民黨 這樣有台灣的時候 來遵守佔領醫療的時候 他都罵騙台灣人 貪腐腐化 然後獎家政權 很有手法耶 騙台灣人 然後在蔣經國手下 訓練出來的人 去 訓練出來的那些手下 那些職業學生 那些情報 情報局訓練出來的那些人 混到黨外去 混進民進黨 然後讓民進黨成立了 結果 他是透過 蔣家政權的人馬 在控制這些職業學生 這些職業學生 又控制民進黨 透過民進黨來 控制台灣人民的意向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選舉是 不平等 或是不民主的 是虛偽的 是假民主的 所以呢 我們不承認這樣一個政府 所以我們成立這個 TCC 這個民政 政府有其正當性 我們要這樣說 一聽下去 一聽下去 把我帶我去 那個法府智庫的一個 智庫的這個手 像那個頭頭一樣 就是一個祈福 主要研究人員 他說 這個人是 國會議員的 重要的助理 你要跟他認識一下 我就跟他 跟他 跟他 跟他議員 他也很關心 他覺得 這個比較多歲 這個 他是國會議員 台灣的那個助理 他就覺得說 我們成立這個是對的 因為要一步一步來實現 台灣最後自治建國的目標 透過這樣一個溝通 我覺得 非常有意思 然後我後來 就是到處看看 有一個 有一個教授 年紀比較大的 是 巴基斯坦的教授 他來這邊是 Unleaf一年來這邊做研究 在那個 的那個大學做研究 我也跟他談到這些問題 他說 有機會的話 他很想到台灣來看看 他是專門研究亞洲 專門研究什麼 亞洲 各國的民主發展的問題 民主政治的問題 我告訴他 我們台灣的民主發展 是扭曲 是假 Force 一個虛偽的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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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政治 你不可以讓這個國民黨 中華民國體制 說 說謀騙 說騙去 他也覺得有機會 他也很想要來 看我們 台灣人的經國的狀況 這樣 所以 我們 我們 在九月娶美後 一直 我在美國回來的時候 那個晚上 差不多一點才九處 天空 早 我五點 我就 開始給你 給你 寫E-mail 你就說 秘書長 我們六點來吃飯 六點七點 就到那個 兄弟歡迎你們吃飯 吃早餐 就談很多 那麼 我很驚訝 就是說 我們在那邊 所有的一切 我們秘書長都完全掌握 完全都掌握到 因為美國那邊 就已經 用過Skype 還是什麼 還是SNN MSN 該通過話 發生什麼問題 都很清楚了 所以各位 你看起來 是不是 好像在夢中 但是 還有很多 真實性 我是親眼看到的 我是親身參與的 我是親身參與的 我自己 內心覺得 非常的興奮 very exciting 可以這麼說 所以 那天 我 給我找一個藥 我就覺得 像這個 民進府家 外長 都身具意義 我找到人生的目標 我沒有目標 對十幾歲 十一、二十歲的時候 古中 跟台下的時候 這樣充滿懷疑 充滿疑惑 說 就美國打台灣 為什麼 不是美國打 佔台灣 很害的 垃圾行為 人家說 不然是 政府衛生的 中國來佔台灣 把我們 吞達到這個 程度 我們說 我們的環境比 五點 我們的 人民比 北施 我們的意志 比 壓制 這都要的 還有萬求 但是 我們人心 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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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人生 小的人心 扭扭曲 衝摸到什麼 國民黨的賽 當時 這個要清除 不是說 五十 十十年的時間 我們的施角葉小姐說 要三十年 我想覺得很聰明 他說要三十年 美國來 在台灣 利用三十年 來改進 還是說 我們台灣人 可以自治 由我們台灣人 由我們台灣人 來建設 我們本土台灣人 建設這個土地心 我們用心做下去 也是要三十年 當那個三十年 我們相信 人人都聘在 聘位這樣,那裡我們密切 剛才我們蔡副主義告訴我們 我們教育是要什麼 要跟我們本身身心要怎麼配合 調合好事 如果我們家庭跟父母親和兄弟 要怎麼配合好事 在外面跟社會互動 溝通,communication,interaction 這方面都做得很好 這個社會就變得非常的和諧 非常的harmonie 這種情形有很多衝突 因為你法令整種都是很清楚 很明確 像我們 Richard Hotsell 何瑞遠先生在這裡講 感恩教在美國立法精神 憲法立法精神 還是他們在制定法務的時候 會實用性 不是像我們 很多條法務都互相抵觸 現在我們的官員 都因人而異 反正是都因人而異 發官在破除的時候 也是因人而異 有關係就沒關係 沒關係就有關係 台灣民主經理發展五六十年 結果跟中國 現狀的政治 有什麼兩樣 沒有兩樣 完全相同 都是中國人 賣的中國人跟賣的中國文化 在這個 中國或是在我們台灣 這樣把我們推達 才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們本土台灣人 可以起來 來主題 我們把整理統合 沒有還有貪污 沒有還有政相交絕 大家都招幾個來 相信三十人以後 我們這個社會一定變得很漂亮 我們的街頭 不說這樣 拉撒太多 我們的牽棒 也要黑白刮 有的人 刮得那麼大 沒有的人刮得那麼小 甚至 他跌到路上來了 我有一次 在政家看著牽棒說 夭壽啊 那條路上街也這麼八公車 九公車而已 說牽棒說 從我從來到路上 差不多跌三公車 那種空間 警察也沒有講話 那如果真的在下的時候 像我們蔡副主席說 在下的時候 砸傷的人 要怎麼辦 再還來吵架 那吵架的時候 看什麼人怎麼樣 有背景 什麼人後面的立委 或是後面的官議員 或是後面的什麼人 比較大聲 他就沒有事情 哪有這種事情 這種是沒有合理的 這種的東西就是沒有制度 人美國的進步 那個社會的進步 會對建立國家 一直到現在都很嚴重 有他的觀念 那個觀念是什麼 他就很好的制度 不是很人的 像我們台灣這個 是很人的制度 我們不需要這類的東西 這是我們今天 我們認真要來拼這個 拼這個民間府這個 要來 透過訴訟 我們也不用去押杜押权去結明 我們透過對美國的訴訟 對日本的訴訟 甚至有可能的事情 告去到海洋法庭 我們最好的結果 就是要達成我們主題 結構的目標 講到回來 就說我們很好的 我們這個論述 在台大所 我們在座各位的動議 但是如果相信外面 聽到的 漸漸也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這個團隊 是一個老中青 老中青三代 結合在一起的 頭前人倒下去 後面又押起來 不像我們很多人 都漏了 少年都不去 他們都漏掉牙 講不通的理論 講不通的論述 沒有人去相信而已 所以我們很幸運 我們可以來參加這個 法理健康會 我們法理政策 學院 這個訓練 我們相信這個團隊的精神 要把它發揚光大 發揚光大 然後 我們要 開始 就知道 我們的法理論述是正確的 我們現在就是什麼 有一個政客的論述 也有政客的方法 政客方法就是 像我們合作員 合作員說 我們最後 要去告美國政府的時候 從人權接觸 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國家 要把一個國家 是不太簡單 你對這個人權窒息 就說 你軍事占領這裡 主要的占領這裡 結果你 幫了一個 很好的 歐羅募集的政府 沒有體制 沒有制度的 一個中國的 這個 這個壞的政治 來這裡把我們吞打 這個是違反 戰爭法的人權的 那個部分 所以我們要鼓勵 這個策略是對的 我們切出點是對的 所以我們有政客的論述 政客的方法 從來 我們再進一步 有政客的這個 應對策略 來 讓我們的組織擴大 或者如果 最後 我們很有可能 百分之百 是不是 人家說 絕對有可能 就是我們的目標 現在 我們現在現出所需要的 所需要 就是 年底的這張 十幾個日式 這張 我稱作 2011年 台灣民政府 檢閱大會 2011年 台灣民政府 檢閱大會 那個婚長 在巨山 那個婚長 是一個 Dome 這個Dome 巨蛋 Dome的巨蛋 巨蛋 不是很大巨蛋 也不小了 可以容納一萬五千的人 這個 通關的 體育場 那是一個Dome 可以容納四萬多 我們因為 我們現在 自己也沒有經費 那時候 我們的 來收分的人也差不多 到那時候 一千五百的 看的希望 這樣嗎 希望看的一千五百的 可能一千人沒問題 那時候 我們不敢說去 找 現大四萬多 我們找一個 一萬五千的 告訴我們 我們希望 常理常外 有差不多 可以當兩萬人 就很讚很讚 那不然 成就要一萬兩千人 這樣才 可以標示說 電視說 我們的實力在哪裡 所以 我們現在希望 每一個 來這裡收分 我們的動心 動志 一定要用心在這場 這場的 2011年 台灣民政府的 檢閱大會 對過去一年多來 我們的努力 驗收成果 會一個 很重要的 一場大會 大會 所以我們希望 每個人 心情跟延安 蓋上去 心情跟延安 認真去遭葬 將來 我們這個夏令人結束之後 我們每兩禮拜 有一期 每兩禮拜有一期 這中間 一禮拜 沒有辦演習會的時間 我參 林志森 秘書 秘書長 和何志遠 何志遠 何志遠 我們三個一組 都到處 要演講 所以 我相信這個演講很重要 我們這半年比較多在外面的演講 效果非常好 所以希望各位回去 你們在那個國所在 在修宿宅 修政頭 都沒關係 所以三十人 五十人 甚至十人 二十人 閉嘴的時候 靠電來 我也去跟他講 去跟他接觸 交換意見 最 最簡單的部分 開始講到最後 所以如果在論述的時候 很順利的 很合乎邏輯的 聽到的人就了解 我估計 有一個連先生 我們前主席 陳主席 他說兩點多少 三個都沒有 三個都沒有 他說 說很多名字 說這個有沒有 三個都沒有 一靠電話 說這樣 先拜我當時找個時間 去跟他接一下 我去講五十分鐘 我對 我對 9月8日 去 我經驗這樣講去 去紐約府 去紐約西去演講 收歡迎 人家講到最後 我們要做什麼 做到內閣 成立內閣 一個 的情形 講得ู一小時 就會近50分鐘 說豁然開朗 說 什麼時候 我說很清楚 你說這樣一步一步來 真有邏輯 真清楚 好 我要來找 林志祥談談 就把他幹透電話 一起談 秘書長連路 就來參加我們的訓練 我要帶人來 所以這個一定要有循序鑒進 對簡單的地方講去 講得比較複雜的地方 這樣 我記得這幾天我參 秘書長參何國文 去演講的時候我都講一十分鐘而已 好像我第一天在這個地方開幕式 簡單講一些台灣的狀況 像我在宜蘭說 台灣的危機 要怎麼解讀這個危機 對這裡講去 我們那個合作人才說 他所看到的台灣的狀況 我們這個秘書長押走說一小時 大家就聽得很好 就知道說台灣原來就是這樣 台灣危機這個嚴重 但是這條路可以解讀台灣的危機 大家也很高興 在家裡那裡也一樣 所以各位回去 你們光景去找人 說說的 如果可以說 三十個五十個我們就去跟你們講 要怎麼做呢 這種基層的工作很重要 這個做法就是像在要找選舉 但是我想要好選人 我要去找人 我收拾找一個職材 說沒什麼人我可以來你那裡 你找看一些朋友 三、五個都好 就去坐 晚上七點半就去 吃飽這麼去 不要說做吃飯 做吃飯都要了解 你好選人一定要請人吃飯 好選人沒錢 沒那麼多錢 去的時候 七點半就說八點、九點 然後就走 說你的理念 說我來走 現在聽到三人、五人 有的人說 這個不錯 這個關店不錯 當時 明天你來我再坐 我找三人、五人來 又不一樣 三人、五人來 一直討 一直討 你每天都這樣做 一禮拜做五天 五個晚上 七點半就九點 一天五天 五天就七點半 七點半 七點半 可能你就會吸到十的人 一人吸到十的人 五人吸到五十的人 就這麼多人都吸到來 找一個時間 兩禮拜腰 找 平時我跟我們合作人去討 這樣就變成八百人來這裡訓練 會來這個地方 接受我們三天的洗禮 各位有跟我說 這三天是在幫你洗禮嗎 用什麼洗禮 不是用白色喔 用我們的法律 讓你流汗 拾到讓你流汗 就幫你洗禮了 經過這項洗禮了 你對我們的法律建國論述 有很堅定的意志 也有很大的信心 是不是這樣 所以 這樣就成功了 恭喜大家 為大家高興 大家一起來 台灣的主題跟建國 建國 台灣未來前途 完全將在我們本土台灣人的手中 本土台灣人要完全破片的角色 就要靠大家 靠我們國圍 在座的國圍 努力去訓導 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你的單位 每一個你所站的地方 親生50 親隻隻 都能夠幫他 團佈我們這個福音 讓大家不用再走 讓大家有信心 大家一直來 我們 就有成功了 對不對 所以 所以啊 因為是孩子很爛 我只要講到這裡 也就是說要二十分錢 差不多了 開幕式跟兵服式 我都要求二十分錢就好 結果 五十分錢我常常不知道要講什麼 要來講這五十分錢 第一個的時候 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你知道嗎 所以看有什麼題材嗎 不可以每次講都一樣 所以對第一遍到今天十一遍 我講的都不一樣 沒什麼一樣 一人不要有一樣的意思 希望說 我這樣啦啦沙沙說一堆 對大家有幫助 對我們這個組織有幫助 啊 非常感謝各位 整天熱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進來 接受這個生命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注意 感謝各位 謝謝 記憶 你請 聽哩 我們要照一講 我們要照一講